大家好,我是博仔 承接上上集 在黄紫娇企图做出傻事之后 承宜开直播开导 黄紫娇劝她不要想不开 并强调更生人无中线 曾经被判逃漏税 酒驾掏空公司 到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还是演艺圈的大哥 承宜建议黄紫娇把现歌 在挺白云劈腿时的名言 洗一洗还是新的嘛 刺在身上 每当想做傻事的时候 都可以看看身上的刺心来勉励自己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 献哥的黑历史 我们先从最早的开始讲起吧 献哥自从成为了综艺天王后 高峰时期手上同时拥有六个节目 不止如此 他还开了电影公司 传播公司等等 加上代言广告跟副业的收入 估计每年的收入都破亿 00年到10年 他总共缠连了八年台湾主持人收入榜首 收入可想而知的多 所以当然会被税局重点的关注 献哥多次被税局发现他旗下的事业逃漏税 光01年度 旗下的杰克传播就被发现少报了2000万未分配盈余 最后被判补税229万和罚款114万 杰克传播认为补税金额太高 因此打行政诉讼抗税 但法院认为税局的核定没有错误 据媒体估算 光07年 献哥跟他旗下的公司加起来就缴了超过4000万的税 不过同年还是因为逃漏税被罚了1080万元 截止08年 他手上6件的逃漏税官司全部败诉 补税跟罚款加起来超过3100万元 献哥表示台湾缴税制度有问题 他已经是缴税第一名该缴的还是会缴 09年8月献哥在机场 遭海关以欠税500万元胃缴 唯由限制出境 他只好随即缴付欠税 17年年初 献哥遭爆料欠税300万元胃缴 他对此表示 自己不可能逃漏税 因为我逃不掉嘛 但我不知道要缴多少 都公司会计在处理 献哥的下一个争议是 酒驾和无照驾驶 04年5月6号 凌晨5时30分 献哥因为大幅切换车道 引起警方注意 警员开车上前拦捡 但献哥对此置之不理 加速行驶 且一度违规回转 不过最终还是被拦截下来 警员要求献哥下车出示行照 驾照等证件 可是献哥表示自己没带 拒绝出示任何的证件 并表示 我是无中限 我又没做坏事 你们干嘛包抄我 直勤的警员闻到车内有浓浓的酒味 但他却反驳称 我没喝酒 后关上车窗 拒绝和警方合作 随后跟车内有人谈笑 并比出胜利和终止手势 和对警方急来到现场的媒体按喇叭 之后警员使用扩音器 广播要求献哥下车配合 但是没有得到回应 僵持了大概一个小时后 献哥终于同意前往 邻近派出所进行酒测 下车后 他表示 我没喝酒 因为走路走得那么直 可是又说 喝一点点也没关系 之后在6点47分 献哥接受了酒测 测出了0.1毫升 遭裁罚34500元 调扣驾照一年 议员罗宗盛 怀疑警方暴毙献哥 他表示当天接报后赶到现场 看到警方提供了12瓶矿泉水 给献哥喝 还让他装风卖傻45分钟 而根据他手上所掌握的资料 献哥第一次酒测值高达0.8毫升 已经超过法定的0.55上限 是要依照公共危险 罪嫌 立刻加以逮捕 并移送罚办的 但是警方非但没有依法办理 甚至还涉嫌包庇 以献哥的第五次酒测值0.41来混冲最后结果 并指出献哥无照驾驶 只凭着那一张脸就开车上路 警方也没有在这个部分开出罚单 对于种种的指控 警方澄清表示 矿泉水是吴宗盛的朋友带来的 不是警员提供 酒测单据都有电脑序号 一号都不能跳 不可能为吴宗盛重复检测 对于无照驾驶的部分 警方解释 因为当时电脑连线连不上 没有办法查明详细资料 所以当时没有开罚单 但是这个部分现在已经查明 而且依照规定来给他补告发 后来现歌开了记者会公开说明 他承认了无照驾驶跟酒驾 并为此道歉 他反驳了警员包庇的指控和表示 我只喝了一杯水 十二瓶水怎么喝得完 和只做了一次酒测 他认为警方不但没有对他提供特殊待遇 甚至感觉自己受到外界不公平对待 所有言行皆被以高倍数显为净检视 对于车上因穿着性感而被媒体称为乳勾妹 和仓皇逃跑时没有拉好裤子 不慎露出屁股笔半球的乳勾妹 现歌澄清表示他们只是见过几次面的朋友 跟他们没有一腿 不满媒体影射他们从事特种行业 而没有穿内衣内裤 并指出他们一位是模特儿 一位是酒商小姐不是酒店小姐 跟他们确认了前作的乳勾妹有穿new bra 乳勾妹也坚称自己当天有穿内裤 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大众质疑他没有驾照 却经常在节目上开车 现歌对此回应说 节目录影时车速较慢 制作单位有提供防护措施 且自己只开一小段路程 他反问 难道我今天也医生 也必须去考到医生执照吗 风波过后 现歌立马考取了驾照 现歌的下一个黑历史是 疑似于好友掏空公司3250万元 06年 现歌因为好友沈玉玲的关系 认识了从事光源事业的 台湾光屋照明事业集团老板 因而引发现歌对照明事业的兴趣 开始专严投入LED产业 08年买下LED照明设备公司 阿尔发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半数股权进军LED市场 09年 现歌成为台湾上市公司 祥生电子的总市长 因股价惨跌 遭传股东会撤换 他澄清是由于祥生有 金台币6亿的借款 自己在风险考量下 请辞董事长 之后只当了168天的董事长 现歌的LED事业 因为矿充产能 快速消耗资金 而面临经营亏损的困境 于是他向好友 联名行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峰洋求助 后来二人疑似 于该年 共谋掏空 联名公司 共新台币3250万元 因此被起诉 违反证交法的背信 侵占和伪造文书 以假交易 征借贷的方式掏空联名资产 据警调调查 许峰洋明知 吴宗宪的阿尔发公司的产能不足 09年人合谋签订 1亿8千元的采购合约 由联名向阿尔发 购买60万片的LED 联名开出4张 共6千万的本票作为投款 二人再分别拿本票去向民间贷款 套现6千万的现金 判决指出 其中2千万由 许峰洋换线独吞 吴宗宪则 则拿起于4千万本票 向阳性金主票贴借款4千万现金 却没有将钱购买原料制造LED交货 等到本票到期 吴宗宪还联名2750万元 其余1250万挪为私用 拿去还先前周转时借的钱 用新债还旧债 两人之后再取消交易 制造买卖不成的假象 吴宗宪的律师马赛琴表示 许峰洋有十多件掏空公司的案子 联名案只是其中一件 当初签订一个LED买卖合约 总金额约1.6亿元 签约后 对方先付了600万的订金支票 吴宗宪因为当时公司 需再增加采购设备 因此将支票先拿去票贴 但不久后他便发现 水峰洋动机不纯正 包括在走合约过程中 发现对方实时未下采购名系等异状 在签约后 三个月便主动终止合约 但因票已贴线 吴宗宪还不惜再向朋友借钱 以及自付利息去兑现支票 适时拿到这笔款项后 再自行挪作他用 两人每一笔资金往来清清楚楚 皆有记录可查 最后献哥因为认罪获得缓刑机会 被判一年十个月的有期徒刑 缓刑三年 并科罚金300万元 可是他在认罪协商之后 就在微博发文喊冤 强调自己没有做过违背良心的事 这次是遭童年朋友牵连 便坚称 我相信法律会还我一个清白 并以父母之名立下重视 不过律师周武荣表示 既然都认罪了 哪还有清白 21年 网友指控他掏空公司 献哥驳斥说 我怎么会去做掏空人家公司的勾当 那是我朋友做的 被判了12年 他老婆10年 并火大的怒呛网友并扬言提告 你在这上面马上跟我道歉 否则你就直接到法院去说明了 我要是有掏空公司 我全家X光 如果没有 那就你全家X光 我个人是觉得 献哥应该是被奸人所害吧 以上的资料和判决 我都是在网上找的资料和新闻 如果有错误会有冒犯到献哥 小弟我在这里诚心的道歉 献哥对不起 回到12年 媒体报道 献哥共负债约新台币7到8亿 未填补财务亏损 献哥便卖豪宅名车 还向鼎丽吸金案被告 秦祥玉借了2000万元 因为还不出来 秦祥玉向法院申请 全数查封无中线财产 却发现他的存款只剩下150万元 连同名下三栋不动产 全被查封 另外献哥也被爆出员工社保没付 导致员工无法领失业救助 及死亡救助 对此献哥表示 没有基欠 财务状况还OK 并强调不会把所有钱放同一个户头 否认户头只剩150万 扬言要对媒体提告 不过他坦诚欠债超过6亿 和变卖房产名车还债表示 欠债还钱天公低益 现在也所剩无几了 才去人安乐 他昔日爱千万跑车 坦言当时只剩无量 千万劳斯莱斯也已经卖出 但表示说名下的一个商场还没卖 最后讲回刚开始 献哥挺白云劈腿的来龙去卖 事源是到台打拼的日籍女星 西田惠里奈表示接到白云前前女友邱小姐传简讯告诉她 她当了邱小姐和白云的第三者 然后邱小姐传了白云半裸抱着她的照片表示正宫的身份 并呛下说 以你的智商给你也不会信了 除此之外 邱小姐还批评娜娜 又矮 胸部又不大 不是白云喜欢的类型 是白云的烂桃花 娜娜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家里一直崩溃痛哭 只好跟朋友倾诉 朋友表示自己有认识的记者 所以就约了记者爆料 娜娜透露自己会和白云开始交往 是因为某次聚餐时 对方喝酒后亲她的脸颊 后来还直接伸舌头亲吻 她当时被吓到了 却觉得好直接 好可爱 聚餐结束后 原以为对方是要载她回家 但上了车后才发现 她是要开回自己的住处 但当晚因为气氛很好 不希望她不开心 只好跟她进去家里 两人还一起喝了红酒 聊天时 白云就要她喊她老公 她坦诚当晚就发生了关系 还提供了两人的床照 证明自己有去过白云家 娜娜强调白云多次坚称自己单身 两人一起了两三个月 每两三天就要见一次面 就算一次被劈腿 但她还是表示 她很sweet 真的好喜欢她 希望她回来 对于娜娜的指控 白云否认两人在交往 至于是否有发生关系 她则说 也许我们当时大家 欢喜到定一位 最后更说出 因为我就觉得 反正各玩各的呀 强调自己还是单身 白云透露 从九月中就已经 因为性格理念不合 慢慢疏远娜娜娜 她认为自己唯一做错的 就是没有跟对方说清楚 当朋友就好 就是因为心太软 觉得对方是国外来的朋友 一直开不了口 不好意思跟对方说 别当情人了 但她怒呛 你自己感受不到吗 还痛批娜娜 不找她说清楚就爆料 对媒体讲得太详细 和没顾虑她的小孩 娜娜反驳称 若白云一开始就讲明 我们分手 我的个性是绝对不会打扰的 对于白云表示 自己早已疏远她 娜娜则表示 上周才追问过 自己是她女友吗 白云虽然臭脸 但还是回了 是啦 献哥被记者问到 白云疑似劈腿事件的看法 他表示自己挺男方 痛批女方大嘴巴 欢女爱有什么好说了 那情感的事情我觉得 大嘴巴干嘛呢 鸡掰什么 爱一个人可以有一万个女后嘛 但是不爱一个人 你只要不爱就是最好的理由 有一种男生是全世界最没品的 跟这个女生在一起混一混 然后分手了就到处乱讲 这种人最要不得 对不对 人家还要不要嫁人 女生倒过来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她是觉得 女生找媒体爆料这个心态有点 这样不会 这个就是报复嘛 要不然就是想要炒作嘛 她说白云劈腿啊 劈腿又怎么样 你也可以劈啊 对啊 劈人者人恒劈之嘛 他们又没有婚姻关系有什么关系 对啊 洗洗还是新的嘛 之后Nana开了记者会道歉表示 当初是自己真的太伤心 太难过了 才会冲动跟记者爆料 她知道这样做很不对 希望大家可以再次给她一个机会 白云哥 对不起 我真的相信 我真的很难过 险哥 拜托不要再骂我了 我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对不起 之后白云表示已经原谅她了 自己也有错 真的对不起 献哥则表示Nana自作自受 和澄清自己没有骂她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应该尊重曾经相爱的对方啊 她现在出来道歉 我觉得是要原谅她了 原本还要讲黄子佳跟献哥的恩怨情仇 跟献哥的其他争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